你不能破坏别人的家庭 各位男生 你没有要跟这个女生正式结婚爱她 你千万不要带人家去睡觉 你是不道德 这个女生下火要嫁给谁啊 对她父母是不是有侮辱啊 就这个意思 那你结婚了 你不能对不起你的太太先生搞外遇 那这个就是很不道德的事情 那将来下的地狱 那就不用谈了这个 杀生脱到血淫都会下三恶道 甚至地狱道 一个男生如果好色 除了刚刚讲的脸啊 还有什么知道吗 你坐在一个地方把你腿打开 叫几千只老鼠去咬你的快乐的地方 然后咬完以后换人 又把你腿拉开 几千只铁锤把你那个打扁 一个女人要是好色 这个享受肌肤的快乐 喜欢给男人抚摸 而且是血淫的 几千只毒蛇咬你每一块肉 几千亿年 不是死一次就算了 你想想看 这个一刹那几分钟的快乐 哇 这个不能对比 最大的快乐 佛所讲 没有欲望的快乐 超越百千万亿欲望的快乐 这叫自在 不需要把皮肤弄得痒痒 然后再来擦纸养药 多无聊 不痒才是漂亮的健康的皮肤 但是人就是很喜欢去 故意去培养那个情绪 没有爱情多快乐 培养一个爱情然后来哭 来恨 那你本来就不需要的 人就认为说 这个才是我 所以这个不正确的心术 这种想法要斩除掉 归佛归法归身 你结婚了 你不能去爱别的男人 别的女人 因为你要忠于你的家庭 是应该的 那你先生太太有外遇 那是你过去对待别人 是如此的夜报 不要怪别人 既然知道了 断除男女的爱欲 这些是苦的 所以我们出家人 是让各位看的 没有欲望 只有慈悲 多自由 多自在 多快乐 何必去找一个窝去跳啊 太痛苦了 所以不谐音 不妄语 就是不要骗人 那细分 不要骂人 不要背后批评 讲是非 不要讲没意义的话 第五条 不喝酒 吸毒 抽烟 这些都不应该 所以我现在来念啊 你愿意受 你就讲 仁慈 好不好啊 你现在就是不能受 你就不讲话就好了 但是佛陀说 念想 慈戒可以升天 慈戒可以升天 不会堕落地义轨道 出身道 布施可以得大富 在家人修行 就不离开这两条 布施 护士三宝 帮助贫穷 守戒律 守五戒 然后每个月最好有机会 守八观灾戒 然后在生活上 守身口意 十善戒 然后发近未来的菩提心 而守菩萨戒 这样 就一步一步来 但是至少你守五戒 就可以有道德善良的人 不去伤害到任何人 那你这一辈子 如果你守五戒啊 你往生的时候啊 中品西方极乐世界 你没有守戒 你过得很孝顺 那么也在帮助社会 至少下品往生 你守了五戒 又发起菩提心 慈悲心 吃素 念佛 虽然你现在是凡夫 但是我希望我将来 我可以成佛度众生 将来 那你就可以上品往生 当然 不是为你自己 以你这个心 回向你的祖先 上品往生 你做到哪里 你才可以推他去哪里 比如说你现在 只有中品的功德 你怎么可能 让你祖先去上品 不可能 所以为了 为了往生者 祖先 为了你对不起他的胎儿 现在你对他充满了爱 所以你自己做得更好 对方得到你的功德越多了 然后又把这个功德 回想给所有众生 那就变成一种慈悲 好 所以我现在念 各位如果能吃你就喊能 好不好 但是今天没时间 讲得很细 所以第一条 归三宝 进一步叫学习佛陀的行为 佛陀的行为叫戒 所以就是第一条 佛陀制定第一条 对在家居士 不得杀害任何生命 包括自杀 也不要间接请别人替你杀 也不要喜欢看电视 哇 这个老虎吃羊 很精彩 这个叫随喜杀 这些都不应该 如果你必须看 刚才就会想 愿老虎在这么痛苦 愿羊不要被杀 万一那被吃的 我希望还是净土 不能用分别性去看 就像你看到一个女人 在被强奸 你在旁边偷看 你是对不起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 生生世世就跟你结二元 所以你有杀的心都不行 所以第一条 各位为三宝弟子 学佛慈悲 不杀害任何生命 包括不能自杀 不能堕胎 请记住啊 你女儿十五岁 居然怀孕啊 你学佛了 妈妈 怎么办 生下来 爱护他 他是个未来佛 你不要说 不行 面子问题 那你赶快堕胎 那你等于杀生 所以你也不能去做 妇产科医生 帮人家堕胎 妇产科医生是帮人生 不是帮人杀 但是现在如果没有因果观念 他就会做错事 好第一条 各位为三宝弟子 学佛慈悲 不得杀害任何生命 所以不杀生的戒律 各位 进行寿 我会加点一个 敬畏来计 这个敬畏来计 就变成菩萨界的不杀生 最好发这个愿 你这辈子做得到 那你希望当然生生事事 都不要杀生 你下辈子生的家庭 就会告诉你不要杀生 你生的国土 就没有人会杀生 所以也要发这个愿罪 所以各位 进行寿 乃至发愿 敬畏来计 不杀害任何生命 不杀生的戒律 能不能辞 这条都没问题 第二条 不偷盗他人财物 各位在温哥华 也不应该逃落税 逃落税 你就偷盗国家的财产 你以后护照请不来了 在这边赚不了钱的 因为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这个福利好 对不对 这是老百姓缴税金 才有这么好的福利嘛 如果大家都不缴税金 哪有这个福利呢 所以这个你要把它当作 缴税是一种布施 整个国家 只是还不符合佛教 佛教的布施是整个众生得到利益 但是至少在小小范围 当然做生意要老老实实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真货不要卖假货 赚钱赚多是个人的本事 但是给人家都是真要真货 而不是假的 所以这些做生意就不能如此 所以不得偷盗他人财物 乃至卖假假的 好第二条 学佛慈悲不伤害众生的财产 所以不偷盗 所以各位不偷盗戒进行寿 乃至法医院进回来寄 不偷盗 不偷盗戒能持佛 好第三条 不协盈 那西方社会很难 听说国中高中的女生 或男生没有性行为的 好像你们毕业一样 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华人还比较保守一点 偷偷来 但是现在知道佛教了 我们忏悔 所以夫妻以外的性行为 乃至不对地方 不对场所 不对时间都叫协议 你在寺庙还不行 比如说在特殊的时间 佛菩萨的圣诞日 也不能去做那个事情 等等 所以第三条 不邪盈 各位尽行寿 乃至法医院尽未来寄 不邪盈 不邪盈的戒律能不能持 对了 因为如果你有守这条戒 生生世世没有男女问题 不然有很多女人 我怕我先生有外遇 每天怕得要死 事实上这些都是因为 自己过去谐音的果报 你不能怪别人 爱谐音的人 皮肤天天痒 你差多少药还是痒 因为你这个谐音的果报一再 他皮肤就一直显现出来 甚至皮肤粗糙 所以你越精进 打坐都 没打坐不会痒 一打坐就痒 因为你这个谐音果报没忏悔 没忏悔也不要随便打坐 魔会来找你 夜会来找你 我们叫戒定慧 戒之前一定要忏悔 忏悔以后持戒 清静入定 没问题 那你的禅定没问题 那你才能够去了解真相 智慧 智慧就是 什么叫智慧 本来会生气 现在不会生气 也叫智慧 何必生气 生气的结果会怎么样 生气还会伤害自己 也根本没有一个我在生气 所以他自动 你如果好好去分析 去了解 自然他就不会生起这个心态 好 第四条 不妄于 就是讲话不要骗人 因为骗人必然被骗 有些人很可恕 我被骗很久 我被骗钱 被骗是骗 这是消业这样 以后你发愿不要骗人 还要跟他讲实话 所以第四条 佛陀的声音庄严 不用麦克风 讲了对方就能够入心 永远不会忘记 佛陀这边讲是有100个国家的人 佛陀讲一句话不用翻译 100个国家的人都听得懂佛陀在讲什么 佛陀讲话不是光人听 任何一只动物无形众生都听得见 佛陀讲话从这边讲到他方世界 这众生都听得见 佛陀因为他的口业清净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说是非 讲的都是真实语 柔软语 而且讲出真理的语言等等 所以各位要发愿 我们一直称赞佛陀 就是炫慕佛陀 我要学习佛陀 这样 那你要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而且你要跪在佛前 佛啊如果我在骂人 我就口腔癌 你敢要敢 不然你还是照骂 照讲是非 那对你没帮助 但是不小心赶快忏悔 努力忏悔 求佛加持 要讲话之前先念佛 要讲话之前先念佛 就不会了 所以第四条 各位尽行受不欺骗众生 就是不妄语 不妄语的戒律 各位能不能辞 第五 不饮酒 为什么不能喝酒呢 因为喝酒你就乱性 你没有禅定思考空间 而且你喝酒 磨就会卡进你 修行人最怕磨 磨就是要破坏你的修行 你一喝酒一散漫 磨就可以入你的心 那你就会尴尬你的意志 甚至就会开始杀身 偷到血淫就乱了 所以经典说喝酒的过世 像各位最好看一下 很多佛教的书 杀身的果报是什么 不杀身的功德是什么 然后回向法界颂身 接成佛 那个功德又是什么 你通通去了解 这样你就 因为你要了解才去实践 会更圆满 第五条 所以不饮酒 包括吸毒 最好也不要抽烟 这个抽烟本来就是不道德的 伤害自己了 而且抽烟 你就会遭感那些鬼魔 来附着你 所以第五条 大家尽行受 也当愿众生 刚刚我们说的 都是希望大家也能够如此 不饮酒 所以各位 不饮酒 戒能持佛 太好了 这才是佛陀说 你守一条戒 超过布施 百千万亿 黄金的功德 不是叫我们不要布施 布施的功德 合起来 还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 这样 所以布施当然要布施 再布此戒 那此戒 那以后还有什么 修忍辱 你这个人爱生气 你多大的功德 一念称心起 活烧功德你不见了 你说你要修菩提心 慈悲心 结果你爱生气 你一生气 根本没有慈悲心可言 慈悲心修不起来 这个要自己发愿 我们就是做不到 要在佛前发愿 跪着发愿 佛你加持我 我每次一起心都念 我赶快念佛 平静了我才去做这个事情 佛一定会加持你 佛不可思议 久了以后 这个人本来要骂你 你一直帮他念阿弥陀佛 或是念 那么无对光如来 奇怪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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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他讲话语气就变了 佛力不可思议 对自己也一样 对别人也一样 但是不要去批评别人 因为这个人会骂人我就帮他会念这个 他是你慈悲的对象 而不是你讨厌的对象 加一条